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也让火农们亲身体验他们手里大力丸叶片和常规肥叶片柔韧性的区别 真金不怕火炼 也验证了产品自己会说话 广西三年的岸树亲民使用至今本周进行第二次的回访 树体涨势十分明显 农户也相当满意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农户他怎么说 好 这一棵是2019年6月16号拍的 那当时是33公分 然后这里看到双的五粒 所以是两株的 然后现在看的这个是已经到35了 35.5对 35.5 然后我们再量一下他双胞胎的另外一株 OK 看一下 这是2019年6月16号 37 当时是34.5现在是37 同样的在广西另一头的岸树 使用大力丸的岸树个头焦高 浓密又浓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回访视频 哦 上面呢 上 那 大力丸是什么 你干嘛 另上面的那一株 就放大力丸的下面的 放那不动白的 就红红的 对 红红的 上面的新鸭就来绿油油的 放大力丸的小狗 農夫真心 真实 从广西 跨过广东 来到福建 使用大力丸的苦瓜 长又大 品质好 平均重量达一斤左右 与常规肥的苦瓜相比下 略胜一筹 他现在整个苦瓜用大力丸用后 整个的瓜的大小 比较均匀 没有那么多 就是 品质 就是说品质比较 好 不会像 之前很多农户种出来那种 整个尾巴 苦瓜的尾巴歪了 或者是说卖相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整个的素饰 跟别人比 精灵比较汗嘛 他因为装山里面说 他的素饰都比较满意 而且肥效比较可以 他现在计划说 如果说 等到十月份 苦瓜价格还可以的话 还会继续用大力丸 本周 山东七侠苹果电视台 也报导了有关大力丸的视频 在此 感谢用户们 对大力丸一路以来的推广与支持 有关完整视频 可以点击贴文链接 报导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七侠苹果电视台的节目片序 小玩有大力 省工省师又省力 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此为止 我是黄子涵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接下来要给大伙介绍一位 苹果管理高手 白龙苹果 他吃下便机子高手 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人家呀是半路出家的行家 我就想选择一个 缓控市费 所以我选来选去 我就看了这个大力丸 大力丸是马来西亚原装的 一个颗粒的复合肺 它里面不仅是这个大家 常理念的这个弹链甲 它是在于弹链甲 硅钙铭 彭心铜等一些中微量元素 合为一体的一个缓湿性的肥料 缓湿期大概在两到三个月时间 所以说它跟那个常规的复合肥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大力丸呢是一系列的大力因素的 凹河而成了一款西型的功能性肥料 能帮助果农呢 减少这个发肥的使用率 对我们的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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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